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绝字 这个字应该我们单向大家介绍这个曲字 就是曲缘 这个曲字或者是委屈的这个曲字 但是网友提出来要加个提手 这个字就叫绝 可是这个字 我们也不便于说 网友提出来这个绝字之后 我们就单写一个曲字 向大家介绍一下曲字写好了 那么绝的曲字写好了 也不尽然 一旦加上提手之后 这个字整体写法上就有了改变 它就和单写一个曲字不一样 我们试着单写一个曲字 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子 注意看单写这个曲字 这一瓶很长 它超出底线 所以呢 加上提手之后 这就乱了 如果大家看看 这边再加个提手 是个什么样子 这瓶就跑到提手里来 而且这个条笔 还有在这 这次就很乱 这就不称 不称其为一个字 所以单写这个曲字 它的这个结构特点 和加上提手之后 这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变化在来自哪呢 我们边写 边向大家介绍 先说这个提手 注意 提手 难度是这一竖笔 这个竖笔 你能不能写直 写正 写出力度来 写出一个姿态来 这是个基本功的问题 这是个基本功 左边的这个条笔 应该说基本功不太难 难的是理解上的问题 往往有些人呢 写这个提手的时候 就把这笔啊 这个提手这笔啊 写得过于的长了 就写得超过这个这个数笔 超这界限 考到这边来 那么对不对的这样写 应该说是对的 但是 放在组合字当中 因为提手只能是组合 要不然就单写个手字 不就完了吗 在组合的当中 这个条笔 尽量的不超过这个数笔 不超过这个界限 为什么呢 它要给右方啊 让出充分的一个地步 让右方呢 斜在的时候 宽硕有余 如果你条笔出了太远之后 就影响了右边字的一个 字形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说呢 在欧阳荀表现这点 非常的好 这个法则就是 左边的这个提手的这个条笔 尽量不超过这个数笔 如果说超过 也似有如无的 超过一点点 不影响右方字形的地步 这是最合适 我们再写下给大家看 这是超过了一点 但是似有如无的 只有一点虚风而已 不影响右方 这是我们把提手向大家介绍 然后再加上那个曲字 这个曲字呢 注意看 这一横 起笔的横 和左边的一横 基本曲奇 这一笔 长不出来 索性就短了 因为长出来的话 就和 左边这个竖笔 发生冲撞 因为长不出来 就短了 下边呢 还按照笔顺这样写 这个字就是成功的 我所谓成功 就是合理的 不是我写的成功 就这样写是合理的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屁儿 撇出来 会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根据字形的不同 这屁儿要不要撇出来 我们试着写另外一个字 大家看 比如说 有这样一个粘字 有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 这就是短的 这是一种写法 再一种写法呢 就直接把它 这匹儿加长 探出左边这个 木字的框外 我们说说 诀干嘛把这个粘字 说出来 是告诉大家 这个皮儿可长可短 要么就很短 藏在里边 不影响左边的 这个偏旁步手 要不就长出来 直接跨越出来 是这种样子写法 写粘字可以这样用 写绝字不可以这样用 为什么 这要视左边的 偏旁步手而定 左边的偏旁步手 写木字的时候 比较短 尽管它比日子长 比山子旁 土字旁都要长 但是相比之下 它是个中型的步手 它的长度上看 而且 踢手就不然 踢手是个非常长的步手 所以它很长 你左 你右方的这个片 你无法超越它 你如果超越 硬性的超越它之后 就不美了 我们写这样一个字 就是强性超越的时候 你看是什么情况 这是正常的一个 踢手旁 如果你写绝字的时候 你强性超越它 会是这样 无论如何 你也躲不开 这个左旁 这个 这个踢手 那么再写出这字之后 整体写完了 你看 这个字就是不美的 这儿打起来了 这是不行的 那么就说 我们把这个树 这个踢手旁呢 再往左边写点 或者再写短一点 可以不可以 我们尽量抽丝剥茧的 把它问题讲透 写成这样一个短的 可以不可以 然后 这是踢手 把右边的这个曲子呢 写大 这就没有打起来 大家看好看吗 也不好看 就说 不管你怎么处理 只要把这篇写太长了 和左边的踢手 就感觉着 发生冲突 即使左边让一让 你感觉自行就不美 所以在这点告诉大家 写绝子的时候 这篇 断不可以写长 就藏在里边就可以了 因此呢 当右方有长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跟左方的偏方不守 发生不发生矛盾 如果发生矛盾 那么这个问题 就需要解决 就需要避让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绝子之后 就想到了 握手那个握子 这个体型是一样的 握手那握子 踢手 这边一个屋 房屋的屋 那一片也只能写短 我们不妨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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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就告诉大家 一种被一反三的能力 一定要注意被一反三 不要这个字写完 写完决字之后了 会写了 写到乌字的时候又不会写 写卧字的时候又不会写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单写乌字呢 这个字型也是比较长的 皮儿必须长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多介绍一些字型 使它相互对照 相互比较 更容易理解 这是楷书的这个决字 我们介绍这么多 看看兴书呢 大题也是这样 这是按照楷书的基本写法过来 再看一看 就是写下边 曲子底下这个出字 写的时候笔顺上 在兴书上稍有区别 就是这样 再看一遍 写慢一点 是这样的 那么我单写这个曲子 大家看一看 刑书当中也是这样 这个皮儿应该是长出来 有时候它比楷书 还有夸张 还有更长一些 可是加了剃手之后 这皮儿也只能藏在里边 不能再撇出来 是这种写法 注意看上边的 这个所谓的狮子 就是这个狮子 那么到兴书当中 你看 它是这样 一带这样过来 然后底下写一书笔 是这样 所以要一个部件 一个部件的都要会写 就像我们传一辆车一样 把每一个零件都解决好 然后传在一起 才是精美的 如果每个零件质量都不过关 那么传透在一起 也是一个很不合格的产品 所以大家注意 再写好一个字 特别是多种部首 或者是多种方位 组成的一个字 要把每一个零件部分 都要处理好 看看这个字 草书的写法 到这儿 草书的规范写法 就是出字 应该是 草书是这样 草书是这样 有人在这点个点 这都无所谓 点个点不点个点都可以 这里需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这个踢手到草书阶段的时候 要注意 没有必要把它写得 微非常非常的直 像凯述这样 非常的直 然后再这样写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到草书阶段的时候 如果你写特别直 就需要一个速度慢下来 速度又慢下来 就失去了草书那种流畅感 所以在写的时候 往往只注意 它基本的一个方向就是了 比如说踢手 为了保险起见 写的时候尽量写成一个公形 这样一个公形 也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一个值 为什么呢 写公形的比较保险 所谓保险 就指的是写完这树皮之后 是这样 那你写快了之后 因为你是弯一点不怕吗 所以就可以写快了 如果你绝对要求直 那就速度就慢下来 太快了你写不直 如果你太快了容易 比如说跑偏了 这样写过来 那么你再写的时候 这个字形就要不得了 这就不可以了 如果往这边写更要命了 这就更糟糕了 所以写快的时候 这个踢手旁的这个树笔 不容易写正 不容易写正怎么办呢 用一个弧度加了点保险 加点保险就是说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 这不加踢手 这就是写踢手的一种方便 或者是一个叫窍门 干脆说 应该叫法则 所以写的时候尽量要这样 但是根据风格的不同 有些写延体字的人 喜欢写的叫弓形的 所谓弓形的 它不像这个 这种背式的 这取向式的 它这样写 它往这边搬 这也未尝不可 也相对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这要看 你的书体风格而定 不过呢 我提倡了这笔的应该 向内叶 应该是一个背式的 向内 如果 刚才我说的这种方面 如果这样攻的话 就若跟方字旁来重复 或者容易毁销 因此我们说 尽量的 是我说的第一种 就这样 写草书的时候就这样 比如说写木字旁 也是这样 踢手旁 也是这样 让它呢 攻心向外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粗粗拉拉的讲到 这个绝字 虽然它不是个常用字 但是作为一个蛆字 应该大家掌握 我们边讲这个绝字呢 把蛆字顺便一会儿说出来 也不无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